嗨,大家好,我是西风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正式进入 MapKit的一个开发了 就是企图MapBuild的一个开发了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地图的应用 进程开发了 那么地图应用,我们到底要掌握哪些知识呢 首先今天这段课,我们只做简单的一个 在我们的APP里面怎么实现这个地图的加载 那么可以看一下 其实地图的应用啊,我们的框架是MapKit这样一个框架 它操作的机内呢,其实就是 MapKitMapBuild 它是MapKit的这样一个框架 操作的机内是MapKitMapBuild 好,我们直接进入代码 看怎么实现这个地图的加载 先我们打开我们的Tucker6 新建一个项目 MapKitMapBuild 语言还选择SWIFT 我们保存在桌面 同样的先跑一下 记得这里要选择模拟器啊 因为现在读取不到我的手机啊 手机是7的0.1的双方系统 可以看到这个 跑起来正常 好,我们关闭这个 同样的我们 因为是地图开发 我们先导入框架 MapKit 导入地图框架 LostSumiU全局变量 MapBuild 地图全局变量 MapBuild 好,然后我们对这个地图的这个MapBuild进行一个初始化 它这个初始化和我们的UIWare的初始化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全屏的一个地图 那我们这里取得屏幕的宽好高了 宽是 US screen Main screen Bounce US screen US screen De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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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mkmaptype.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选择一个standard吧 标准的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有几个属性 他是一个每举值 一个standard 一个satellite的卫星地图 一个hybrid 什么什么 这个怎么读啊 这个不管了 我英语比较老 这就是三种地图模式 我们选择这个标准地图吧 standard标准地图模式 标准地图模式就是我们平时商业应用的一种地图模式 一般我们选择这种地图模式 然后我们一些地图还是其他属性的 比如说地图是否可说放对不对 can score table 可说放 还有可滑动吧 这是可滑动 可滑动 中A是可说放是吧 可说放的下面就是可滑动 可说放可滑动 还可旋转吧 OK是吧 基本就是这什么 然后一个就是所有空间都有的代理 从来到这里 试试代理后我们这里一定别忘了去实现它的代理 好 设计完代理之后就是把这个地图夹杂到我们空气里面 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地图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到了我们直接用模拟气泡再看一下 嗯可以看到了这个地图 因为地图可以因为网络可能比较差我这里的网络加载地图可能比较慢一点 那我们按住按照Operation键我们可以在空气上看一下是可以旋转可以放大缩小的 这都是可以的 看到都可以的 行 那地图的最简单的一个地图加载基本就就是这样了 行这段课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wid ya 嗯 哎